中美貿易代表即將評估兩個國家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執行情況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說華府滿意北京履行貿易協議進度 不過有調查說部分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認為 關稅的負擔太重甚至多於所得利潤 中美關係近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及香港、TikTok等議題變得緊張 外界擔心會否影響中美貿易協議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星期四在白宮表示 中國正增加進口美國商品 對美國農業來說這是很大筆的生意 根據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中國承諾今年增加770億美元 折合約606億港元的美國貨 未來兩年再增加2,000億美元 折合約15,600億港元的美國農產品、商品、能源和服務 同時降低美國進入中國金融服務市場的門檻等 不過在疫情下 中國履行協議仍然落後進度 但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早前曾告訴總統特朗普 中國現時救入美國四成出口商品 比2017年大約兩成有大幅增長 德國之星中文網報導 美國中國商會星期二發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只有7%的受訪企業認為 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帶來的好處 大於這兩年來付出的關稅成本 有3%的受訪者認為關稅負擔高於獲利 剩下的5%的受訪者認為現時作出結論言之上早 大部分受訪者沒有明顯感受到貿易協議帶來的正面影響 新加坡每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持續下降 日前新增42宗病例 是過去4個月來確診數字下降至雙位數 國際上新加坡因為確診人數佔人口比例高 被視為是一個重災區 但死亡人數是全球最低的幾個地區之一 為什麼呢?一起聽聽 新加坡聯合組報評論文章指出 新加坡確診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低 主要原因是確診者九成半以上是來自外勞群體 他們基本上是年輕力壯 絕大部分病情並不嚴重 只需在臨時安排的隔離中心治療 減輕了醫院的壓力 讓真正必須留院的小數病人 都能夠在醫院得到照顧 提高了治療效果 又認為其他大規模爆發疫情的地區 主要是社區傳染 而且年長病人佔了很大比重 加重了他們的醫院負擔 沒辦法在醫院及時得到治療的病人 病情加速惡化 因此死亡人數偏高 評論提到 新加坡每日確診病例 繼續保持下降趨勢 各領域逐漸全面復工 將大幅度提高新加坡人的安全感 與此同時 政府、企業界及社會大眾 仍然必須保持警惕心 做好準備 防止第二波疫情來襲 下一階段的抗疫戰 必須時時刻刻在風險評估下 作安全考量 評論認為 新加坡的半年抗疫戰 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當地的限制措施近日一再放鬆 例如在婚宴、喪禮及宗教活動的人數限制 已經進一步放寬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